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边先打开我们的视频 那我在这里就直接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讲解 首先我们要去找一个安卓类的手机 一定是安卓 然后我们去打开它的应用商店 搜一下呼喉游览器 然后下载完之后要下载一下百度云盘 为什么要下载百度云盘呢 我这里给出来的解释是 我把我的VPN的安装包放在了网络 百度云盘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下载它 然后这个时候要等待这两个下载完成 我解释一下 那个呼喉游览器它是一定要下的 这个没有办法的 然后百度云盘是因为我的安装包 VPN 也就是 VPN啦就是 梯子 安装包 然后在百度云盘里 所以我会下一个百度云盘 如果你本身 其实你看到我这个视频的时候 因为我视频是传在油管上的 我相信那个时候你已经有了 但你需要找的就是 你仅仅只需要找一部安卓手机 至于是安卓苹果的话 它确实可以下载这个浏览器 但是它不会 为什么突然这样要重新下载 所以它不会跳出那个插件 它不会让你下载 所以就没有用 所以还是要找一部安卓手机 那我这边再重新连接一下好了 然后再重新加载一下 那我其实回到这个页面上 把尽可能放在中间的位置 今天可能会反映出来的一个情况是 突然间登不上了 我觉得应该是可能 拥入的人太多了 挤退的人太多了 所以它可能暂时性的出现了一些 崩溃的情况 后期应该会有一个处理的 那我相信你看到我这个视频之后 我估计也是处理完成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这个 虎 呃 虎吼游览器 首先我们要粘贴一下我们的地址 那地址链接在哪里呢 地址链接在我视频简介处 也就其实你可以找上个视频 上个视频的简介处也有的 为什么要用这个链接呢 因为到时候会有一个邀请 你直接就登录邀请码就可以了 好我们接着回到那个视频 好现在我打开的原因盘是因为我要安装一下梯子 我觉得等待它漫长的话 这可以变速吗 那我就直接两倍播放吧 我现在就在登录我的这个页面上 那像我们知道最近很火的就是Solana Solana昨天短暂的是有100 然后以后有回调 现在是今天的话应该是在95刀左右 95刀也是非常猛烈的 那Solana也是昨天首次超过的BNB 成为了三十 第三十那么第三大功率的话 是Solana上面生态也是蓬勃发展 我们今天会讲主要讲的话 就是GAS GAS它是一个低拼赛道上的 我们可以看到低拼上面有很多 在Solana的上面 这是GAS的叙事 叙事还是非常的宏伟 大家一定要关注 整个宏观来说的话 老的币没有太大的涨幅 应该是Tronlink还是15刀左右 Plugan的话还是在八毛钱 表现也是一般 但是在Solana上面的话 很多币都起飞了 总体来说市场还是非常的好 我相信这些大的币 等到牛市真正启动的时候 都会有所上扬 那我们今天回到今天的主题 今天主题是GAS 我现在正在做的话 是复制邀请的链接 然后到这个网页上 那首先这还是注册界面 如果不太懂的话 你可以直接就去我上一个视频 我上个视频的话 就是已经完完整整的 分享了给各位了 如果去注册 如果突然间你注册完毕 然后点登录 它会显示有些错误 可能你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册成功了 你就是只要登进去就可以 Local in就可以了 GAS的话 它我在前两天 因为不是前两天也出过油管视频 大家也都在疯狂的挖矿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 就挖矿渠道变多了 今天讲的是通过手机端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挖矿 安卓手机 那相当于就是两个设备在挖矿 甚至三个 甚至有的时候就更多了 那就是多条链 那我昨天也有在群里看到过 哇有些人直接就是用那种 类似于就是一级多频的那种 我不知道 我突然间忘记专业术语怎么讲 可能是因为我刚刚睡醒吧 它就是很多个可以同时进行的 这个 这就是乘以很多倍的速征了 乘倍的收益 然后挖矿的渠道变多 敌品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火爆的 这个赛道当中 我刚刚也说过 有很多币都是在Solana上面的 比如说前两天爆拉的那个Mobile Mobile就在Solana上面 还有很多类似的也有 太多太多 都是非常火爆 那么低频它是在去中心化的基础设施网络 你看一下最近的WiFi Map 7天涨了200点 而且还仅仅是一个低频赛 那么那段就是 Noodle Network都涨得很厉害 那Glass呢 Glass的话是要在Solana上面 发布他们的第一个APP 那么这个APP可以说是相互挖矿 据说获得成倍的时候 也是因为他们真正达到了一个去中心化的基础设施的这个概念 所以还是要有 Horset Card的硬件对吧 那么第一个Mobile App 已经限于Solana 这是Glass的背景 Glass的话 它的VC团队还是非常强的 昨天呃 前天有说过就是两个领头 已经第一轮融了350万美元 加上他们本身自由的话 一共现在是450万左右 那么 12月20号 那么三天刚刚轮完的第一轮啊 整个市场对这个Glass也是非常非常的看好 有很多著名的人士都在买着一个Glass 很多人去挖矿 它本身做的就是一个既和D-PIN沾边 然后又和AI沾边 同时又有预和预言机 就Tralink类似的沾边的一个东西 如果每天正常去做的话 不会像我刚刚那个 一开始视频阶段的话是200多 不会 如果你一天认认真真去挂着的话 注意不要让自己的手机细屏 尽可能保持 打开那个页面和那个小插件 两个都要打开 然后现在遇到一些很多问题是 突然间可能那个小插件的话就 没有信号 就是网络的质量为零 大家也不要太紧张 你可以通过刷信 然后等待 耐心等待它一会 一般它都会自动跳转 然后那个时候的话梯子不要开 开梯子不行 因为插件的话 它那个梯子是 没有办法就是打开它的 所以它会一直显示 就是无法连接无法连接 所以那时候要关闭梯子 如果每天正常挖的话 可以挖住1000多个 1000多个的话 纸巾只是一台设备 那么今天教大家用手机来挖的话 那么就是两台设备 它怎么一直还在这里停留 那么我就直接转到下一个视频当中 因为它一直在跳转 我就直接转到下一个视频 然后是这个播放视频就好了 因为我前期录音 而不是 配我前期录录制录下来了 那么从这里开始 然后同样速度的话 其实应该不用调 这个相对来说 时间会短一些 这个项目的话 说实在的 非常早期 那现在可能啥也没有 全力也有火关反应 它说什么都没有 这个也没有做好 为什么会就说 这么多人群的涌入呢 等等等 那很早期的项目嘛 当然是需要慢慢完善的 没有说一开始就可以是成为一个胖子 那当然 都是需要通过用户的体验 或者什么 就比如说游戏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都是要通过后期有用户的体验 真实体验 然后再加以改进 然后慢慢调和大家的胃口 所以我们可以就是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这个项目的话 都去参与一下 参与的话 不是说它一定会带来一些什么实质性的回报 我觉得它日后也会带来一些 比较实质性的回报 那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是在安装这个插件 我刚刚有说分享链接到那个 虎后浏览器上 然后打开之后 登录进去之后 就是要现在 现在这个阶段就是要安装这个插件 安装完插件之后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梯子关咯 这个主要做的是赶紧把梯子关了 不然它那个插件登录不上去的 然后我们点开那个页面 就是虎后浏览器的页面 我现在我现在做是把那个 邮箱的地址 然后再复制一遍 因为登录插件的时候也要 也要去那个 对 然后密码还是刚刚那个密码 一般你设置简单链比较好的 密码它有什么要求 比如说开头字母要大写 然后至少要有两种字符 一个字母一个数字 然后最后结尾的话要有一个标点符号 斗号句号或者是感叹号都可以 这个看你自己的要求 然后参与项目的话 不是说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损失 你只是紧紧把它带上去 它后期一定会给你一些比较实质性的回报 可能是钱可能是token代币 也可能是别的 我认为就是如果大家都在 有空闲的情况下 你就电脑放在旁边 你就让它一直在挂着就好了 以后有奖励 就是何大部分 因为这个又不用试错 这个又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这个仅仅只是注册一个需要的邮箱 仅此而已 没有任何难度和没有任何就是有危险性 或者就是会窃取你东西的任何 没有 仅仅只是登录 仅仅只是用邮箱来注册 它也不需要用邮箱来收取验证吧 我实在想不出来 它有哪一点会就说 会造成什么影响 当然了 这仅仅只是我认为啊 就可能还是有一句古话 小星石的万年船吧 我们在收取它的收益的同时啊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确实变动比较快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已经登录上去了 那现在也是这样的一个界面 然后我们点开那个插件 看一下它是不是有没有变率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标准 这个就正常了 现在运作起来就是正常了 然后有很多小伙伴可能刚刚登录的时候 这边会出现红色的 有可能是你开了VPN 有可能是它 你在使用我今天这个教程的时候 是用手机对吧 你要断开 用的是手机的自己自带的流量 不能用无线网络 因为它会重叠 重叠之后会被攻击 攻击之后就没有了 就不行了 所以要用个人热点 那很多小伙伴也会问 如果开热点的话 一天就损耗高吗 不高 我昨天勘测了一下 大概可能两三个小时的话 是花费了15兆左右 这种就是不痛不痒 那有些人他可能卡的话 就是就是无限流量的 那这种根本就不care 就不在乎啊 对吧 我相信在我这段 今天这段视频说完之后 还是有很多就是 人有有顾虑有疑问 会有什么问题 那你就发到那个 视频简介的评论处 然后我都会耐心的一一解答 那刚刚这边也看到就是 这就是正常的 这就是完全正常的 那我再回到我的这个页面 这就不重要 这已经都回复正常了 视频其实到此也就结束了 那再回到我这个页面 我再录制的时候 就是12月24日的下午1.51分 我刚刚有讲过 那么现在遇到的情况就是 可能涌入的人太多了 挖矿的人太多了 所以他可能出现了一些间接性的崩溃 所以现在是登陆不上去的 那么自然而然这个插件的话 估计也是登陆不上去的 所以这个时候也不要太紧张 那我试一下好了 也不要太紧张 因为维护也需要时间 对吧 可能在我这个视频发完之后 也许他就好了 都有可能的 那么这边 应该是现在在维护的状态 所以大家也不要着急 因为可能头 那个人涌的太多 我刚才也说了 一天的话 如果你正常做的话 一台机器的话是 1000左右 1000多 那么 你有一个手机的话 那么就是乘以2 你有多部手机的话 就乘以你的多部 收益是可以就是倍数增长的 这个我觉得 大家还是比较吃香的 那每个人现在手里 都可能有个 两部手机这样 因为一部可能是工作 一部可能是家庭或生活 OK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或者我的视频 有什么不对的话 你可以尽可能留言 如果你觉得视频 本身质量还行 你可以进行点赞 评论 然后甚至可以转发 我都非常感谢你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一起的 我没有说 今天是作为一个老师 或者怎么怎么样 没有没有 大家都是一路人 大家也都是 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我也不懂啊 很多事情 我昨天遇到很多问题啊 我也是通过大家一起去 协力 通力合作 然后一起解决的 所以就是没有任何 就是跨度之分 没有没有 我能做到就是 即刻分享出 我觉得还不错的项目 我觉得还不错的密码 那也请大家就是在观看的时候 尽可能一键三连 然后关注我 大家就一起 就说的好听 2024年代一起发财 OK 那今天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讲的也蛮多的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谢谢大家